花蓮市新农兵桥重建工程施工进度达到九成了 市长魏佳燕在时候上午特别前往 关心桥面板的灌浆作业 他也期许工程能够顺利 他也说后续桥护栏灌浆及桥面沥青混泥土铺面完成之后 新农兵桥预计在五月份可以完工通车 花蓮市长魏佳燕协同主任秘书温美华 还有建设客长徐国成前往新农兵桥现地会刊 市长表示公共建设工程品质 攸关着民众的生活福祉 施作品质要比一般工程更严谨 尤其花蓮地区地震频繁 公共工程不容有丝毫的松懈及疏忽 今天来看我们农兵桥的一个灌浆的进度 那原则上今天就能全现的一个灌浆完毕 那也希望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工程进度 持续在前进 那我们也希望说在工程进度前 赶快开放农兵桥来让大家使用 那我们也研究了我们相关其他的一些 不管是我们的引道或是我们自来水 我们也都请他们加紧来一起来赶工 让我们可以在原有的时间来进行通车的一个动作 建设科长徐国成也说明了目前的进度 那目前农兵桥就是因为它桥面板的钢筋已经绑扎完成 那工所这边的建造单位也都依照图说来进行查验合格 所以在今天安排了这样一个桥面板的灌浆工作 那今天就可以把整个桥面板灌浆完成 那大概我们经过两个礼拜的养护之后 剩下的工作就大概就是护栏的灌浆 以及那个引道部分的一些那个结构体路基的作业 那我们希望说尽快能够在五月底前 能够那个让它有一个通车的那个目标达成 新农兵桥是由嘉义行善团除职兴建 由创源技术顾问有限公司来设计监照 历景营造公司还有阵风土木包工业来承揽 桥梁的长度是80公尺宽10公尺 总经费4500万元 工程除了重建主桥梁结构之外 还重新规划东西侧引道 未来也会串联提顶自行车步道 提供民众兼具交通便利 还有有益运动休闲的行车环境